小老鼠要怎样逃过怪物一般的咕噜牛呢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小艺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故事是 咕噜牛 一只小老鼠,鸡不鸡不,在密林深处溜达 一只狐狸看到它,船的口水直滴答 亲爱的小老鼠,你要上哪儿啊 进来吃顿饭吧,书底下就是我的家 哦,狐狸,你太客气了 可是很抱歉,咕噜牛约我来吃饭 一会儿就见面 咕噜牛,咕噜牛是谁呀 狐狸问道 咕噜牛,咕噜牛就是咕噜牛 怎么,你连这都不知道 它有可怕的獠牙 可怕的爪子 可怕的嘴里长满了可怕的牙齿 你们要在哪儿见面 狐狸问 就在这块野生旁边 烤狐狸这个菜,它最喜欢 小老鼠回答 烤狐狸,对不起 小老鼠,我还有事要先走 狐狐狸说着 狐狸说着,飞也似的就开溜 这只狐狸,真是蠢 什么咕噜牛 难道它不知道 狐狸牛,根本就没有 小老鼠,骗了小狐狸哦 这只小老鼠,鸡不鸡不 继续在林中溜达 一只猫头鹰看到它 喘的口水直滴答 亲爱的小老鼠,你要上哪儿啊 上来喝杯茶吧 树洞那儿就是我的家 哦,猫头鹰,你太好心了 可是很抱歉 咕噜牛,约我来喝茶 一会儿就见面 咕噜牛? 哦,咕噜牛是谁啊 猫头鹰问道 咕噜牛就是咕噜牛 怎么,底连症也不知道 它的膝盖特别古 脚趾差得特别大 鼻头上的毒瘤 鼻头上的毒瘤特可怕 你们要在哪儿见面? 就在这条小河边 油炸猫头鹰这个菜 它最喜欢 油炸猫头鹰 对不起 小老鼠 我还有事儿 你要先走 猫头鹰说着 拍拍翅膀就开溜 这只猫头鹰 真是蠢 什么咕噜牛 胆到它不知道 咕噜牛 根本就没有 这只小老鼠 急不急不 继续在林中溜达 一条蛇 看到它 馋的口水直滴答 亲爱的小老鼠 你 你要上哪儿啊 进来喝杯酒吧 木头堆里 就是我的家 哦 鼠 你太热情了 可是很抱歉 咕噜牛 约我来喝酒 一会儿就见面 咕噜牛 咕噜牛是谁呀 鼠问道 咕噜牛 就是咕噜牛 怎么 你连这也不知道 它有黄灯灯的眼睛 黑舌头 紫色的刀刺 长满在它背后 你们要在哪儿见面 就在这个湖旁边 炒蛇肉 这个菜 它最喜欢 炒蛇肉 啊 对 对不起 小老鼠 我 还有事 要先走 这蛇 说着 扭着身子 就开溜 这条蛇 真是蠢 什么咕噜牛 难道它不知道 咕噜牛 根本就 哎哟 哪来这么个大怪物 它有可怕的獠牙 可怕的爪子 可怕的嘴里 长满了可怕的牙齿 它的膝盖特别骨 脚趾差得特别大 鼻头上的毒瘤 特可怕 它有 黄灯灯的眼睛 黑舌头 紫色的刀刺 长满在 它背后 哦 哦 不 哦 不 不 不 救命啊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咕噜牛 我最爱吃小老鼠 咕噜牛说的 弄个老鼠汉堡 味道肯定非常好 小老鼠 这该怎么办呢 味道好 你先别说我味道好 有件事 恐怕 你还不知道 在这林子里 大家怕我 怕得不得了 只要跟我走一圈 马上就让你看到 它们个个见了我 吓得全都赶紧逃 那我要开开眼 哈哈哈哈 咕噜牛 哈哈大笑 你在前面走 我跟在你后面瞧 一大一小 往前走 咕噜牛 忽然停下 草丛里面 嘶嘶响 你可知道那是啥 嗯 草里躲着什么 一定是那条蛇在爬 小老鼠说 蛇啊 蛇 你好 蛇 抬起头 把咕噜牛 瞧了瞧 哦 我的天啊 它说 我得赶紧拔明桃 吃溜溜 它就不见了 看见没有 小老鼠说 大家见我都逃跑 这时还真是有点怪 咕噜牛 咕噜牛 说道 一大一小 继续走 咕噜牛 忽然 又停下 书上顶那儿 咕咕响 你可知道那是啥 诶 是什么 藏在了树顶上 一定是那只猫头鹰在叫 小老鼠说 猫头鹰 你好 猫头鹰低下头 把咕噜牛瞧了瞧 哦 我的妈呀 它说 我得赶紧把命逃 乌拉拉 它也不见了 看见没有 小老鼠说 大家见我都逃跑 你还真是不得了 葫芦牛说道 一大一小继续走 葫芦牛忽然又停下 前面路上啪啦响 你可知道那是啥 诶 是什么在前面 一定是那只狐狸 小老鼠说 狐狸 你好 狐狸抬起头 把咕噜牛瞧了瞧 哦 救命啊 救命啊 它说 我得赶紧把命逃 转眼间 它也不见了 看见没有 咕噜牛 小老鼠说道 它们各个见了我 全都吓得赶紧逃 溜溜答答走半天 我的肚子早饿了 听说 咕噜牛肉很不错 我的 真想尝尝它 咕噜牛肉 咕噜牛一声叫 快得向风 它转身就逃 密林深处 紧潇潇 小老鼠捧着榛果美美的嚼 这榛果的味道真是好 小老鼠利用它的智慧 把小动物们都给吓到了 小老鼠好聪明呀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故事中都有哪些小动物想吃掉小老鼠呢 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